這個第15至4節要介紹基因 所以你就知道基因是最重要的了 我們剛剛講完之後 接下來馬上看什麼是基因 第一個要介紹 Central Dogma 就是所謂的中心教條 這是生物科技最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中心教條 這句話畫起來 生物體是由DNA轉入成RNA 再由RNA轉移成蛋白質 好這句話什麼意思 來看這個圖 DNA是不是雙骨 這兩條 對嗎 這一條科學家把它叫密碼骨 另外一條叫做模板骨 請各位永遠記得這兩骨是配對的 所以假設今天考試的時候 我給你密碼骨的順序 你是不是就要寫出模板骨的順序 可以嗎 你可能開始反應 哇要考這個喔 好像很難 我告訴你 考這種題目我以前最喜歡的 因為絕對不會寫錯 你怎麼找的超 你就找的超就好啦 我上面寫A下面就寫什麼 T啊 我上面寫G下面就寫什麼 C啊 這樣還會寫錯 不會啊 所以我以前最喜歡考這種題目 但是 我們可以考慮考這個 送分嘛 這很簡單 好再來 注意看這邊 這是DNA對不對 DNA呢 會轉入 產生三種RNA 我剛剛是不是就有講過 RNA有三種 這三種分別叫 MRNA T RNA 好熟喔 TRNA剛剛是不是介紹過 我剛剛說它是鋼筆有沒有 還有什麼 RRNA 這三種RNA呢 分工合作 最後就會轉移 產生什麼 蛋白質 這個就是中心教條 請你記得 蛋白質是決定了物種的特性 蛋白質決定你帥不帥美不美 蛋白質決定你是人還是豬 還是素對不對 結果呢蛋白質是由誰決定的 DNA RNA決定的 那RNA又是由誰決定的 DNA決定的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兇手是誰 DNA DNA是誰給你的 爸爸媽媽 所以說穿了一件事 兇手是誰 爸爸媽媽 對 林志玲為什麼長得漂亮 因為他爸爸媽媽 一定是長得帥長得漂亮 那是遺傳 這樣可以嗎 這沒有辦法改變 為什麼你 這不是沒辦法改變 生物科技當然就是想要去改這個 但是anyway 如果不去改它的話 大自然就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你長得高 你爸爸媽媽一定有長得高的基因 讓你長高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你聰明 因為你爸爸媽媽一定有人很聰明 他的基因讓你聰明 什麼是基因到底在說 但是 總而言之 蛋白質決定了一切 可是蛋白質是哪來的 RNA來的 RNA是哪來的 DNA來的 DNA是哪來的 爸爸媽媽給的 RNA有三種 蛋白質 我分別把這四種東西呢 譬喻成 原稿 新稿 什麼叫原稿跟新稿 這個就是翻譯 轉譯就是翻譯 所以什麼叫原稿 就是中文稿 什麼叫新稿 就是英文稿 各位告訴我要把中文翻成英文 除了要有原稿之外還要有什麼 要筆嗎 還需要什麼 桌子啊 你總要有個地方讓我翻譯嘛 這樣可以聽懂嗎 所以各位這樣懂了 RNA呢 分別扮演的角色就是原來的稿子 筆跟桌子 他翻譯出來的結果就是蛋白質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三種RNA mRNA是什麼 看這邊 mRNA呢 叫做信實RNA 它基本上就是那個ATGC的排列順序 所以mRNA最重要 在課本的233頁 233頁mRNA叫做信實RNA 它是攜帶遺傳密碼的 所以它是最重要的 mRNA的順序 決定當氨基酸的順序 所以它最重要 可是光是有原稿不行啊 還缺什麼 缺一支筆對不對 那支筆呢 叫做TRNA 來畫起來 它叫做轉譯RNA Translate RNA 它是那支 翻譯用的筆 至於怎麼用 待會再說 最後一個很重要 是翻譯的地方對不對 這一種RNA叫做RRNA 這個畫起來叫做核糖體RNA 生物體裡面產生蛋白質在什麼地方 核糖體 這樣聽懂嗎 所以什麼是核糖體 核糖體就是 RNA 就是產生蛋白質的地方 所以叫做桌子 其實它本身就是RNA 叫做核糖體RNA 它會跟幾種特定的蛋白質形成核糖體 有沒有這句話畫起來 我不是一直強調細胞裡面最重要的就是細胞核跟什麼核糖體 核糖體是什麼 就是RNA加蛋白質 它是核成蛋白質的公查 但是現在就讓它們還要做到的 我沒有現在就要做到的 這件事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它是核糖體 是核糖體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那個可以看到 在核糖體